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了杭州夏沙 用的器材是索尼的A73加腾龙的70180长焦镜头 那么我们开始吧 前面那边有光影 而且正好走过来一个老太太 我们给她拍一张 背后看到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 在这边相识啊 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可惜我目标太过明显 被他们发现了 这里看这个场景层次还挺丰富的 打算拿芦苇和石头当前景 透过湖面拍一下远处的建筑 前方有个大爷坐在这边晒太阳 看他笑得还挺开心的 这个角度的大剧院也挺好看的 我们再给他拍一张 这条路上走着还有点海滨城式的感觉 这边正好有个人在健身 现在这个湖的水位好像还有点低 本来这些地方应该都能被湖水给淹没的 那样子的话应该会更好看 远远看到前方房子上面窗户的光影特别好看 还有房子的颜色跟天空搭配起来也挺协调的 透过这个铁栏杆看到里面有两个小同学在打球 咱们给他抓拍一个瞬间 这里在过马路的尖口看到两个个怀心式的务工人员 前方看到一对情侣出没 咱们找机会给他们拍一张 公园里面有好多流浪猫 但是大部分猫胆子比较小 人一靠近就跑 这只是胆子比较大的 在这边晒太阳 前面发现有个小姐姐路过 镜头赶紧拧的飞起 透过树丛前面有一个尖塔 这边的风格都有一点偏欧式的 前面看到一个小红帽 我感觉有点像刺客信条里面刺客的那种感觉 到了夕阳时刻 现在宿舍楼里面的这些光影都还挺好看的 在路口看到一些在夕阳下等红灯的大学生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点赞关注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